中立沒有升格之前 我們自己的預算 中立市就有平均大概32億左右 升格之後 我們中立區區公所 每年只有編10億 所以大家認為 升格之後對於中立一定會 大大的進步大大的繁榮 事實上不然 尤其這過去八年 我們看到什麼什麼都沒看到 但是好奇怪 每一個人對鄭文參 都說市長做得很好 我請問大家做好在哪裡 好在哪裡 不能嘴巴說好就好 實質上好在哪裡 尤其我們中立區 如果以這9150億分配的話 我們中立區 每年平均分配大概要有 240億 那以我們過去一年30幾億的預算 我們就可以蓋馬路做公園 等等一些重大建設 相對的 32億可以做那麼好 240億卻看不到什麼東西 這個叫好嗎 可能好 好在少數人身上 對他們而言當然好 可是對我們平民百姓而言 我想這是我們要爭的 爭回來的爭 如果再不爭的話 我們等同放棄 放棄的話就造就 對手的一個實力 相對的削弱我們的實力 我們不容許這種情勢再發生下去 再發展下去 我的評價只有三句話 第一句 運算多 每年平均超過1000億 第二個 取債多 已經超過將近1400億 我只想離開桃園縣政府的時候 取債大概只有225億 但是今8年後 今天取債將近1400億 它何德何能 包括我們桃園縣取債那麼多 如果創稅那麼多 我們拍拍手 對不對 但是取債就不一樣了 再來一個第三個 土地賣得多 八年下來 總共賣了706億 如果說今天賣了財產賣了土地 是因為做建設 做得很好 OK 我們還可以勉強接受 對不對 但是今天看到的 土地賣了那麼多錢 我們的建設是看不見 那怎麼一回事啊 總共賣了